歡迎收看十二點半新聞 我是吳修華 先看看今天的新聞重點 日本三一一大地震一周年 全國的眼周一年前發生地震的一刻 為死難者夢哀 特首選舉懷疑出現黑金政治 立法會是否有需要召開特別會議討論 議員有不同看法 對於是否透過釋法去解決雙非問題 黃仁龍說不可以輕率而行 詳細的新聞內容 日本三一一大地震發生一周年 五全國各地都有悼念活動 官方會在眼中舉行追悼儀式 剛剛做過心臟手術的天皇明日會出席 五全國會在一年前地震發生的一刻默哀 死難者的家屬也紛紛到無緣拜祭遇難的親人 張慰平報導 爸爸失蹤了一年 來到三一一地震紀念日 深夏宏宇佩錦哀傷 鄰居其實親眼看到他的爸爸被海嘯捲入大海 雖然一直沒有下落 但他認明白空多吉小 一早就為爸爸設立墳墓 一住清鄉遼表哀思 他在這一年不時倒墨詩人陷入愁緒 沒錯 真的過了一年 每當我看電視或看書 我就會不停想起我的爸爸 尤其是當經過一些 我爸爸可能被海水沖走 而經過的地方 我就會很傷心 我告訴自己 他做了一輩子的漁民 現在他永遠回歸自己最深愛的大海 我唯有用這種方法安慰自己 至於65歲的富田公子 他帶了鮮花 在三個子女和七個孫的陪同之下 去墓園拜祭越南的丈夫 他說每個月的11日都會紀念丈夫 在各次災難之後 每個月的11日就是我丈夫的紀念日 我不敢相信一年時間已經過去 我覺得他好潔仍然無時無刻 關顧我們保護我們 大船道士有340人在地震中死亡 有84人依然下落不明 作為岩手縣南部沿岸的中心都市 和工業重鎮 大船道士現在依然滿目倉儀 不少撤走了的民眾重返家園 再看看自己殘破不堪的房屋 東日本廣泛地區和大船道士一樣 道處都是頹緩敗雅 東局還未推出具體的重建方案 東北三元 即是岩手、宮城和福島 只得大約6%的瓦力被運走 超過2000萬噸的瓦力還未清理 至於日本的旅遊業也受到重創 去年旅客量比前年銳減接近三成 東局在外國出動宣傳攻勢 又推出免簽證 提供免費機票等措施 希望在未來五年全力催谷旅遊業 亞洲電視記者張維平報導 日本去年311大地震引發海嘯 五岩手縣有一棵蟲樹 沒有被洪水捲走 為災民帶來重生的希望 孫少琴報導 去年大地震引發的巨大海嘯 岩手縣的陸前高田市 全市幾乎被淹沒 3000多間房屋隨水而去 近2000人的生命消失在洪水當中 沿海的7萬棵高大挺拔的松樹被洪水捲走 但是當中有一棵蟲樹竟然挺得住滔滔洪水 押立不倒 地震過後近一年 這棵一本蟲依然在岸邊 見證著陸前高田在過去一年的滄桑巨變 一本蟲一直被災民視為災後重生的象征 但是海嘯過後 在泥土流低太多的鹽水 海嘯的蟲又傷害了樹的根部 這棵蟻蟹蟲 要保存這點生命之光 政府發行一本蟲的紀念硬幣 為拯救他的生命而籌款 一本蟲的故事感動全日本 鼓勵吳小災民肉火重生 岩守縣災區大船到時 這間壽司店沒有被洪水沖走 只是輕微損毀 老闆新潮三一 收復好店後就重新營業 雖然生意大不如前 但是他不想放棄 可惜好景不常 幾個月後 官員告訴他 由於那個地區的土地 在地震過後開始下沉 他的壽司店要被拆毀 新潮三一迫於無奈 離開大船道到東京 繼續經營壽司店 但是他心是家鄉大船道 他說自己今年47歲 希望在60歲退休之前 有機會回鄉 現在唯一的希望 就是政府加快重建進度 我已經60歲了 所以我快要回到五年 我希望回到五年 我希望回到五年 但我真的想回到 我真的想回到的情況 還要回到大船道 有甚麼事情 我希望你們能呼籲 還是在城市中 很健康 是否有一些功能 準備到發生 希望居民要忍耐 新朝三一說希望在人間 相信五年之後 他就可以回到大船 亞洲電視記者 孫紹勤不得 看本港消息 有報導說黑社會介入今次特首選舉 有立法會議員提出 下星期三召開特別會議討論廉潔選舉 但有議員認為沒有需要 由斯洛秋在北京報導 有報導指兩個建制派特首候選人 涉嫌同江湖人士有關 有人以黑金政治形容事件 民建聯的葉國謙認為是傳言 這個說法不存在 對於立法會議員鄭家富提出 在立法會召開特別會議討論廉潔選舉 他不認為有需要 黑金政治大家都知道 這個來自於台灣的時候 因為他要用很多非法的金錢 去運作而出現這些 我相信香港這是一個聯繫社會 我們自己本身的所有的選舉 不同於外國或者其他地方的選舉的方式 因為有關的錢的限制是很清晰的 而自由黨主席劉健儀就認為 單是辯論不足夠 我相信議員之間 我們自己就算人大代表 都經常有談論到這些問題 作為辯論我相信是不足夠 最主要就是發生的事 能夠作出一個比較清晰的澄清出來 大家如果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這是最好的 工聯會會長鄭耀堂就希望 有關方面可以調查清楚 鄭耀堂又說會內仍未決定 投票給哪一個候選人 不過這麼多事件發生之後 整體上都有影響投票取向 亞洲電視記者斯樂秋在北京報導 正是北極春北京出席兩會會議的 鄉議局主席劉王發 再次否認 他是上個月邀約行政長官候選人 梁振英的競選團隊 和鄉議局選委飯局的中間人 吳佑華認識被指是江湖人士的郭永雄 我沒有婚約 我當然要做什麼 是 大丈夫 我沒有婚夫 童童正站出來 是真是又是不是又不是 不是我的婚約 那我不知 這個人呢 是 是什麼 我才是姓郭 你們是不是朋友呢 你知道 昨天我講過 四海之內 雞兄弟也 我經常去半島喝茶 我這個朋友都在那裡半島喝茶 所以我這麼認識 除了梁振英之外 特首候選人還包括何俊仁 和唐英年 對於特區政府 是不是提請人大釋法解決 雙非人婦問題 律政司司長黃仁龍說 政府已經採取行政措施控制 廣東省也有配合 已經初見成效 釋法不可以輕率而行 人大釋法權是無容置疑的 不過大家也知道 基本法賦予香港特別行政區 是有我們的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 這個也是我們不能夠忽略的 所以釋法是不可以輕易輕率而行的 在這個莊鋒員案裡面 已經是就基本法第24條第2款1的條文 是作了詮釋的 不單止是終審法院有個判決 也都在2002年 立法會就決議了 是根據終審法院的判決來修改了入境條例 這個附件1的2A段 等到他的條文是和終審法院的判決是一致的 政府是需要根據法律來做事的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周恩樂也都說 雙非人婦問題會議會先以行政手段解決 短期內不會考慮尋求人大釋法 我們很清晰就是如果我們是用行政的方法 可以解決問題當然最好 如果是情況是不受控制 或者有其他的因素 我們才會考慮用其他的方法 釋法不是一個很簡單 和一個很可以說是這麼草率的一個決定 一定要很詳細的考慮才行 也很足夠的理據才行 政府一定要做足我們的工作 我亦有一定的民意支持才能做到這個 國際消息 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初選 登席法尼亞州前參議員桑托勒姆 在坎薩斯州獲勝 根據投票結果顯示 桑托勒姆獲得5成2選票 拋離只有2成1選票的 麻省前州長羅姆尼 至於另外兩位參選人 金里奇和保羅 分別獲得1成4和1成2選票 桑托勒姆在坎薩斯州的勝利 意味著他在那個州 獲得40代表人票中的33張 與暫時領先的羅姆尼拉近距離 要獲得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 必須獲得至少1,144張代表人票 根據美國有線新聞網統計 羅姆尼至今獲得458票 桑托勒姆獲得203票 金里奇和保羅分別獲得118票和66票 回到敘里亞局勢 聯合國特事安南在大馬士革 會見敘里亞總統巴沙爾 滑船敘里亞危機 但會面成果有限 敘里亞境內的各地衝突仍然持續 陳錦帆報道 和聯合國及亞盟委任為特事的安南 星期六在大馬士革 與總統巴沙爾會談 會談歷時兩個小時 安南說嚴重關注敘里亞局勢 向巴沙爾提出立即停止暴力 被人道主義援助組織 和國際紅十字會進入敘里亞 釋放被扣押者 開展政治對話 回應人民的訴求 但巴沙爾態度強硬 敘里亞國營電視台報道說 國內的恐怖組織不斷製造混亂局勢 在這一切停止之前 政府是不會和反對派展開對話 而安南離開前 會再和巴沙爾會談 之後會離開大馬士革 前往多哈 而亞盟昨天 也在埃及開羅召開外長會議 出席的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 否認保護巴沙爾政權 說只是尊重國際法 不過會後雙方也達成一些共識 包括敘里亞有關方面 應該立即停止暴力活動 建立中立的監督機制 反對任何形式的外來干涉 以及應該保證救援物資 順利地送到敘里亞民眾手中 不過敘里亞境內各地 衝突仍然持續 在衝突最激烈的 霍姆斯、反政府軍 特襲政府軍一輛坦克車 而在北部的伊德里布市 政府軍就發動攻勢 炮軍反對派所在的建築物 敘里亞自去年3月中 爆發大規模反政府示威 之後政府和反對派之間 暴力衝突不斷升級 聯合國說已經造成7500人死亡 而政府就說恐怖分子製造分裂 令2,000個士兵和執法人員被殺 亞洲電視記輯一層錦芳報道 新聞報道完畢 再為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